上個月也是這樣子 上次是很明顯是說軌道錯誤 那這一次呢 他們公務的目前研發 它是還沒有還沒有還沒有講 等一下我們還會開會 軌道的問題導致它的出軌嗎 因為這邊停交道之後 就這麼長一段都Y7扭發這樣子 它這個Y7扭發應該是出軌以後拉的啦 所以我們還沒有鑑定 到底是軌道的問題 還是車輛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開會 我們做出負的研發 因為石頭用的不紮實 不紮實應該公 等一下你們可以採訪一下 那個公務段的段長 因為這個軌道的問題 因為那個比較專業的東西 現在這個到底是車輛 還是軌道的問題 現在我們的行保會 要收取這些資料去鑑定 因為這一次跟上次的那個 軌道錯誤不一樣 因為他們上次是很明顯 那這一次這個機物的跟公務的 他必須要根據這個事故 所有的狀況去研判 到底是車輛的問題 還是軌道的問題 可以講一下這個車 駕駛在發生事故前有沒有停下來 是不是他已經有跟你們市警 有跟發電站報告過 可能有這樣子出軌的風險 所以有沒有把車子停下來稍微慢一點 他不是他就出軌他就停下來啦 他是出軌了以後停下來 他有通報說有發現軌道變形的狀況嗎 他沒有沒有講 他都沒有講 這一次的意外 造成幾節列車脫軌 然後三部這一次的是七八九三輛車出軌 所以是車尾出軌 這個整個車子 旅客有230個旅客 這個車子是從新左營到花蓮的這個製強號 那其中有兩位旅客受傷 你送到鳳林榮民醫院去就醫了 目前初步了解傷勢 初步了解剛才我有去看 有一位是臉部 臉部這個受傷還蠻嚴重的 他現在就有割傷 然後手肘有受傷 腰部有受傷 有受傷 現在在榮民醫院他們在造一隻棒 後續我們還會繼續關心了解 目前的鐵路出軌狀況要怎麼解決處理掉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恢復同車 這個我們現在花蓮基屋段 跟花蓮公斷 他現在已經請這個160噸的吊車 等一下到了時候我們還要研辦 因為這個我們等一下還要開搶修會議 召集公務機物跟電物的 因為這次你看電競桿也斷的蠻嚴重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開搶修會議 才有辦法預估說什麼時候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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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通 那目前我們現在是從光復到瑞瑞 在辦那個客運的接駁 就是公復瑞瑞兼用接駁的 對現在我們有14輛的大客車在辦旅客的接駁 預計影響多少人 預計影響多少旅客 不知道嗎 幾班次 如果這個就要看你搶修的時間啦 如果搶修時間越長 當然會影響的旅客就越多 當然我們盡量會 因為我們請叫大型的吊車 來調應該是比較快啦 但是因為我看這個軌道 軌道跟那個電車線電線感的破壞蠻嚴重的 這個部分 軌道如果通的話我們柴油車當然就可以通了 但是這電車線要架設可能沒有那麼快 等一下我們開完會 我們會做一個預估 那通常我這關車應該是都準備看 是不是大量 我們就要啟動 啟動那個大量傷患的機制 那送來的第一位 四十五歲女性 主要的問題就是右邊的臉部 還有一個長三公分比較深的傷口 另外右邊的手肘 右邊的手肘有那個頓挫傷 還有那個背部頓挫傷 那經過這方面檢查 還有骨頭還好 現在目前第二位主要是背部頓挫傷 現在目前還在做檢查